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B亮,梁家瑜老師 又到了新一代資訊素養的環節 如無意外,我們的停課期應該就快結束 其實現在的心情都很忐忑 又期待大家快點復課可以再次見面 不用在Zoom 見面 另一方面擔心要適應早起的生活 對自己也要帶來很大的壓力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老師對於復課都保持一個積極的態度 而我們接下來都會開始準備復課的會議 其實在近日來說,我都知道很多老師都準備在製作教材、筆記 而我都準備在執行物理科的筆記 而這幾天我都看到很多老師在印東西 我都期待,可能復課之後 想著派一份大的禮物給大家 那大禮物所指的當然是新一課的筆記和練習 不過想深一層,其實我們現在所印的東西 比以前來說已經少了 以前什麼都會印的 而印的時候,通常我們印完的籃 我們那些原稿的籃子會搭到很高 不過隨著我們在這段停課期間 我們很多功課已經經由Google Classroom Google Drive去呈交 而我們進行這個 無紙化來說,其實也減少了很多紙張的消耗 其實還不止 其實我們現在在用iPad 現在iPad上也有很多同學 也很有效地運用GoodNotes 5 去整理自己的筆記 完成功課和儲存自己的教學資源 其實我們靜靜之間 也在進行一場叫做無紙化的運動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無紙化的運動 很簡單,無紙化就是我們不用紙 用電子的裝置 其實無紙化這個運動 其實不單單在學校出現 連日常的辦公室和平時的文件交收 甚至乎申請一些政府的公共程序 其實也有很多是用電子化和無紙化的 當然帶來很多好處 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好處 第一件事 我們先考慮環境和攤牌坊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要引一份筆記是紙本的話 那要經過什麼程序呢 你會想,一定包括要佛木 將木斬完之後 用來製紙 然後我們要進行漂染的程序 將紙變成白色或其他顏色 然後就運送 然後最後交道學校 我們要將白紙影印 其實在當中的工業過程中 都經歷了很多的碳排放 而特別在運送過程中 一搭搭的紙 我們從很遠的地方運來的時候 其實是會浪費了很多這些化石燃料 不過你會說 製造電子零件 其實也會製造一些環境問題 例如你要製造一部iPad出來 要開採一些稀土 而開採稀土會導致科目化 這樣 是,我同意的 不過呢 我們要想的就是 如果 以 傳送資料的量來說 我指一本書 和一本電子書 如果再用相應的 紙和功課來比較 我們是用一個 叫做資料載體來講 如果用紙來裝置這些文件 以及用電子裝置來裝置這些文件 明顯用電子裝置會更加輕 以及更加細分 還有就是 大家用什麼方法來接收這些電子資訊 就是WiFi 你想想 如果我用WiFi傳送信息 比起我們要搬紙來講 絕對會來得更加快 更加輕 更加低成本 以及更加節散空間 在傳送更加多資訊的情況下 電子裝置的傳送成本 成本來講 比起相同資料 盛載量的紙張 會更加便宜 更加可以 斬少許多樹 斬少許多樹 即是更加環保 還有 有時候 印東西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印錯 印錯 於是又要重新再印製 即是 將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Double Triple 至於如果電子化的話 很簡單 那你說 今天這份文件錯了 我會再傳一份新的文件給你 的話 那你就只要 在原本的文件上 修改 更新 然後再發放 那就已經完成了 還有 如果你Delete 舊那份 是不會製造廢紙的文件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儲存裝置 Delete file之後 可以循環再用 對吧 我們又想一下 如果這些紙 如果當它凋棄了之後 那你會去哪裡 那要不就送去低田區 另一方面 可能 不是的 循環再造 但是其實 如果你要將這些紙張 循環再造的話 於是又要將這些紙 由學校 運送去 循環再造的工廠 然後再要運輸 然後再要製造紙的話 那其實不是又製造了另一個環境成本 對吧 所以呢 如果兩樣來說 兩害當然是取其輕 那當然 用電子的裝置 就會更加理想 那 除此 環保之外 另一方面 我都說 學習內容 無紙化 是大陸更加多個好處 例如 如果大家去找文件的時候 如果用紙張的話 不斷地找書包 找這個 找那個 如果你是用電子化的話 那你可以更加容易地 在搜索器裏面 去找關鍵詞 或者檔案名稱 去找回你所找的學習資料 因此 你的執法會變得更加容易 那你只要將回你所學習的文件 例如PDF 或者Word 分回 放回他們的Google Drive 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再者 因為有時候學習的資源 除了一張紙張之外 其實我都希望可以給你多些東西看的 那如果你用電子化內容 就能夠加入更多的多媒體元素 即是甚麼 即是相片 即是說話 音訊 又或者是影片 還有 如果你擔心你所做出來的文件 功課 你會不見了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備份 如果你要用紙張的話 不見了 可能隨時就不見了 如果你要把電子文件備份 很簡單 你放回Google Drive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要擔心你的文件中的私隱 會被監察的話 你甚至乎可以將你的文件 去加密 加密之後 就這樣確保 在你的傳送過程中 其他人看不到 除非他有你的密碼 好 在接下來 復課之後的日子 其實每一位中一至中五的同學 都可以利用BYOD 即是每人一部iPad的方法 陪著自己一起上課 到那時候 大家就可以利用iPad 利用GoodNotes 5 加上螢幕筆 即是Apple Pencil 就可以在課上 運用這些電子工具 去幫助你學習 無論你是做功課 或是抄筆機 都可以更加支除心所欲 更加享受得到 即是用無筆化帶來的學習便利 當然 如果你復課之後 如果你運用在GoodNotes 或者iPad裏面 有些什麼問題你想提出 或者有些好建議的話 歡迎你去找我聊天 可能會介紹一些很好的idea 讓我再去推行更多 e-learning的方法 其實無筆化的運動 不單在教育上出現了 更加商務運作 例如在網上買東西的時候 或者利用個人 商業理財 日常生活 政府文件 都會出現 無論如何都好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 資訊科技 在人類扮演的角色 只會越來越更加重要 好了 要說的就差不多 現在在畫面的右下角度 你會看到有個QR Code 裡面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就去了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PaperlessMovement.com 裡面整個網站都會有很多的介紹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毛子化 而這個QR Code 就有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雖然用英文來寫 但我覺得很值得大家看 這篇文章就講及使用毛子化的八個好處 要實行毛子化運動 我們不能不提及的就是 Cloud Server 雲端伺服器和雲端技術 在下星期這個環節 我會和大家介紹什麼是雲端服務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